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同时也是国际内源基金会 Innersource Commerce的成员 我在国内很多场合都在进行内部开源的一些宣讲 介绍内部开源的方法论和实践 所以说我是一个内部开源的步道者 今天这个也算是一次步道吧 这是我今天分享的agenda 首先我会介绍什么是Innersource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Innersource的好处 然后我会来介绍一下什么是Diops 以及它的好处 之后我会重点介绍一下两者之间的关系 包括它们具有相同的目的相同的价值观 而且它们俩是互相促进的 最后呢 对于一个企业如何同时采纳两者 给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建议 好的 我们来开始 首先做一个概述 Innersource和Diops 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它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它们的目标都是提升效率 提升一个企业的效率 它们都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 包括开放 透明 协作的价值观 同时在两个人的实践中呢 Innersource 它的推进呢 能够促进Diops的推进 同时Diops呢 也有助于Innersource的推行 所以说两者关系呢 是互相促进 大家看到这个图呢 大家就能明白 我想说的主要内容 这是什么 好了 我们简单说一下 Innersource Innersource呢 什么是Innersource Innersource 从Wokipedia的定义来说 The use of the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best pract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source like culture within organization 从Wikipedia定是这样的 用中文来说就是 从开源社区软件的研发中 吸取经验教训 并将其应用于公司内部 软件研发团队的一种 软件开发模式 简单的来说 就是在公司内部 开放圆满 并且接受别的部门的贡献 用国际著名开源活动家 国际内部开源基金会 董事会主席 Denis Cooper 女士的方来说 就是在公司内部 采用Apache Way 我下面将会 有一张专门来介绍 什么是Apache Way Innersource的好处呢 有很多 我简单列举了几个 首先呢 它有助于提升代码质量 Linternall 这是开源社区 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法则 是当年 Eric Riemann 总结出来的 意思是说 有更多的眼睛 看到你的代码 你的代码就会变好 这个法则呢 在开源社区 非常适用 在公司内部的 内源项目呢 也同样适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当把你的代码 从秘密状态 变成公开状态时候 它的代码的本人 作者 就会呢 不断地去把这个代码 更好的完善起来 第二个呢 是真正能把代码review 落到实处 代码review呢 即代码评审 是一个非常好的 有助于提升代码质量的 一个工程实践 这是被业界官方证明过的 但是在很多公司 虽然从上到下 推行代码评审 而且很多公司 推行的是 没有代码评审 就不允许提交代码 但仍然很容易 流于形式 事实证明 只有在 Intersource 推行比较好的一方 代码review呢 才真的能落到实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确实是 当你是一个代码负责人 别人 别的部门 给你提加份代码 而要你来长期维护 那当然你代码review的时候 会特别特别的小心 好了 第一点呢 就是 Intersource的好处 是有助于提升代码质量 第二点呢 是有助于促进代码的复用 Search before your code 就是在你编写代码之前 你如果能很方便的 在内部看到 有类似功能的代码 而且能很方便的使用 那么这时候 你是没有必要去 重复造轮子的 真正的工程师 应该把他们的精力 放在 更有价值 更能实现 企业目标的代码上面 而不止于 重复的造轮子 第三呢 就是有助于打破部门墙 减少重复造轮子 这是在 很多 国际或者国内 推行Innersource的公司 它们的首要目的 同时呢 Innersource也有助于提升人员能力 有助于提供的员工的满意度 这些都是Innersource的好处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 然后接下来看 什么是Diobs Diobs呢 Is a set of practices Its that combine software development Def and IT operations Obs It aims to shorten the system development life cycle And provide continuous delivery With high software quality 这是同样来自Wikipedia的意义 简单来说 就是一组结合的软件开发团队 Def和IT运维团队 Obs的实践 它的目标呢 是缩短系统开发的生命周期 提供高质量的持续交付 Def和S的好处呢 我简单总结一下 它有如下四点 更短的交付周期 更高的上限成功率 更频繁的交付次数 更快的错误恢复时间 这是一个 常见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来自于 States of the DevOps 2019 Dora Report Dora呢 是Def和S领域 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机构 它每年呢 会出一份报告 来说明 Def和S领域的趋势 以及一些变化 在它的报告中呢 它把Def和S的 常见度量指标 分为如下四个 包括 Deployed Frequency Need Time for Change Time to Restore Service Change Finder Rate 然后它把Def和S领域 做得好和不好的公司 分为四个等级 分别是精英 高绩效 中等绩效 和做得比较差的 四个等级 其中 精英等级团队呢 在四个指标上 都完成得非常好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在Def上做的 好的精英团队 它的 Deployed Frequency 就即发布频率 能做到 按需 即demand 就是每天 可以 部署很多次 按需 部署 它的 Need Time for Change 即从 第一行代码 提交 到代码库 仓库中 到最后的 线上代码 全部 部署完成 这个时间呢 是 less than one day 即 一天内 它就能完成 一个功能 从 开发到 上线 到上线的过程 另外一个 很重要指标 Time to restore service 就是说 线上出了事故 多少时间内 能快速的 恢复 对于 精英团队来说 它能做到 一个小时内 能完全恢复 最后一个指标是 Change Finer Rate 即上线的失败率 就是说 每天上线很多次 那么上线成功的 和失败的 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精英团队 能把上线失败率呢 控制在 15%以下 这都是做得 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来自这份报告 High Performer's Favorest Strategy ZCreat Community Structure At Both Low and High Level In The Organization 就是说 精英团队呢 更认同 内部开源社区 这个呢 是Devose 和Innersource的 表象关系 即 Devose做得好的 精英团队 他们认为 Innersource 内部开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trategy 为什么呢 我们来 一起来看一下 两者呢 有很深的关系 深层次分析如下 他们具备相同的目标 具备相同的价值观 而且还能互相促进 我们首先看一下 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提升效率 Innersource的出发点呢 是提升效率 减少重复造轮子 我们来看一下 提升复用 对 这是提升复用 大家都知道 复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 提升效率的办法 复用呢 分为几个等级 包括代码级别的复用 组件级别的复用 和平台服务级别的复用 在每个等级的复用呢 如果你采用内部开源 及Innersource的方法 都会大大促进这个复用 我们来想一想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代码级别的复用 说的意思是说 你在实现一个算法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看到别人怎么实现的 那么你就不用从头来构思 如何实现这个算法 直接把他算法拿过来用就可以 这是一种代码级别的复用 但如果别人把这个算法级别的应用 逻辑都封策到一个组件里面去 这样呢 你就可以直接来复用这个组件 而不用自己从头编写 当然组件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如果你觉得这个组件好用 或者有一些些 需求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你可以给他贡献patch 并回馈到这个项目里去 能让更多的人呢 也能使用到这个组件 这样呢 就能让大家都一起来使用这个组件 当然附用一个更高的形式 这就是平台服务级别的复用 第一 别人已经把这个功能都通过平台和接口的方式 封装起来 你只需要调用它的接口就好了 这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复用 也更方便 成本更低 但平台服务呢 很难满足很多很多使用者需求 因为众口难挑 但如果他把他的代码开源出来 你能够根据你自身的需求呢 对他代码进行修改 并够合入到这个平台的服务中去 这样呢 你就能很快的享受到这个平台的服务 而且不用长期的维护 这个呢 其实就是Intersource的好处 它的出发点呢 就是提升服用 减少重复造轮子 讲完了Intersource 我们看看DevOS DevOS的出发点呢 同样是提升效率 它的出发点是 Dev及开发团队和Obs紧密的合作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是开发团队 右边是Obs 这是DevOS领域最非常有名的一个双环模型 左边的开发团队 它从定义需求 Plan到编码Code 再到编译Build 最后到测试Test 生成的Release 生成的发布版本 生成发布版本之后呢 运维团队Obs呢 拿到软件发布版本 进行部署Deploy 然后呢 再进行线上运维Operate 还需要持续的监控Monitor 保证线上服务的稳定和可靠 线上服务 之后会产生大量的数据 共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之后呢 又会得出新的idea 然后又进入到Plan的级别 所以DevOS就是 左边Dev的Plan Code Build Test 到右边的呢 Release Deploy Operate Monitor 在哪个环呢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转的越快越好 所以需要他们紧密合作 而怎么快 靠的是大量的自动化 大量的自动化 而复用和自动化呢 正是提升效率的基本做法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 都是为了提升效率 说完他们有相同的目标 然后接着来说他们相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很重要 这决定他们做事的方式 他们的价值观呢 都是开放 透明 协作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看Innersource Innersource呢 是在企业内部 实行着Apache Way 而Apache Way 最核心的部分呢 即开放 透明 协作的价值观 当然了 对Apache Way呢 Apache基金会呢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权势 这里呢 我的权势如下 The Apache Way呢 是Apache基金会 经过20多年的运营 总结出来的一个 非常 左右成效的 开源社区的一种运作 模式和方法论 它包括 使命和愿景 包括价值观 包括原则 包括行为规范 和惯例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Apache Way的 使命和价值观 Apache基金会的 使命和价值观 愿景呢 是 Provide software for the public good 即为公众的利益 提供软件 这是他们的 使命和愿景 在使命愿景之上呢 会有他们的价值观 价值观呢 用一句简单的 slogan 就是Community Overcode 我把它诠释就是说 开放 透明 协作 在价值观之上呢 是一系列的实行原则 包括 合作式的软件开发 包括商业友好的license 包括持续的 高质量的软件 包括 Respectful 尊敬的 诚实的 基于技术的 协作等等 当然最上面呢 是可能是 Apache基金会的一些 行为规范和惯例 包括他们经常使用的 mail list 以及 投票的原则 这一系列呢 都组成了 The Apache Way 对于一个开源项目 开源社区来说 他们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值观 Community Overcode 即开放 透明 协作 而InnoSource 即在 企业内部 实现 The Apache Way 就是 在 企业内部 实现 开放 透明 协作的 价值观 无独有偶 Diamonds的价值观 同样也是 开放 透明 协作 我来简单的 举几个例子吧 持续集成 是 Diamonds里面 一个非常基础的 非常常见的一个事件 即 开发 测试 和 release 是一个 是一个 特别持续的过程 那么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pipeline 这个测试用力 这个BQ的脚本 编译脚本 都希望是整个团队 不只是研发团队 是研发 测试 运维团队 都能够 看得到 而且都能够 互相参考 互相修改 的这么一个 这呢 才能保证 这个持续 集成的 pipeline 是一个高效的 pipeline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第二个 叫持续部署 就在 编译完成之后 生成产出物之后呢 它需要不断的 部署到线上去 这个上面包括 小流量部署 蓝绿部署 AP测试等等 等等 这些呢 也是需要开发 测试 运维团队 紧密合作 他们把自己的东西 把自己相关的 一些配置 包括pipeline 包括configuration 也都开放 透明出来 然后大家 能在这些上面 基础上 进行紧密的协作 然后我接着来说一下 Devils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责备的 事故复盘 在传统的 企业的事故复盘呢 它的复盘是很低效的 它总是 集中在 如何找到事故责任人 来定责 但对于 Devils里面来说 事故复盘 它首先要基于 开放 透明 协作的价值观 我们的目的 不是为了 责备某些人 而是 希望 首先要承认 事故是不可避免的 而是 然后 本着开放 透明 协作的态度 来找到 事故的根因 看看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发现 快速的止损 然后 系统能做到自动的容错 这个呢 也是需要 产品 开发 测试 运维团队 甚至包括 基础设施的运维团队 其他的 提供服务 依赖服务的技术团队 一起来进行协作的 然后最后一点呢 是叫 Build Quality In 这个呢 是 Diabos的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说 在 每一个环节中 都 考虑到质量的 因素 这个呢 也是 需要 开放透明的 所以说 Diabos 虽然 有 这么多实践 但如果 没有 击着 开放透明 协作价值观 来进行推进 即使你把这些实践 展开了 也只 只能得起形式 不能得到 很好的效果 然后 我来讲讲 Diabos 和Intersource 他们之间的相关系 他们还是可以 互相促进的 Intersource呢 它可以帮助 Diabos Diabos 相关的 CA和CD的工具呢 它可以采用 Intersource的方式 来贡献 B者呢 在很多 实行 Intersource的公司 内都能发现 他们 在实行 Diabos Diabos的过程中呢 往往 一个公司 有几套 甚至十几套 CICD的工具 这都是 非常重复 造轮子 大大浪费 工资人的情况 但如果 用一套 CICD工具 来满足 所有业务的需求呢 这也是很难的 因为 一套工具 很难满足 海量的 应用场景 但如果 采用 Intersource 即内部开源的方式 进行 构建呢 即业务团队 他可以根据 自身的需要 根据自己 所要对接的 一些定制化的 一些场景 来做一些 定制化的 Plugin 插件 然后 枪签的在 这种 流水线中 这样呢 就能 使用 统一的工具 并且呢 又能满足 业务的需求 这个在很多公司呢 都是被证明过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世界 同时呢 来自 Intersource 社会的各种需求 可以帮助 DevOS工具呢 进行更好的 迭代 DevOS的工具呢 包括CI或CD 还有包括测试 包括部署 等等 这些 这些工具呢 他们在进行迭代的时候 如果仅仅只听到 本团队的需求 他很难做出 比较前沿 或者说 能符合大多数 运用场景的需求 这时候 如果来自 很多很多 用户的需求 DevOS工具呢 能够进行 更好的系统设计 从而得到 更好的迭代 这是Intersource 帮助DevOS 进行的 进行的 关系 同时呢 DevOS也可以帮助 Intersource 首先我们看一下 Intersource 就是需要 你对别的项目 进行贡献 有很好的代码管理软件 和代码review工具的支持呢 这时候 跨部门做贡献呢 就更加容易了 同时呢 有了测试用力 和测试环境 一些支持呢 跨部门 贡献呢 也更有信息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贡献者 给上游的项目 提交一个patch 提交完patch之后呢 用这个项目 提供的测试用力 和测试环境 都跑过了 这时候 它提交的时候 会更有信心 主管方呢 或者是叫 平台方呢 介绍这个patch之后呢 它会稍微看一下 哦 这个patch 已经在测试 在测试用力 还在这环境上 都已经验证过了 没有break掉 核心的功能 那么 对于这个reviewer来说 它可以 有更好的信心 和更好的态度 去看这些代码 从而更容易 去接受 来自其他团队的贡献 所以说 Dios呢 可以很方便的 帮助到Innersource 然后我讲一个 实际的例子吧 Comicast 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它在内部呢 实行Innersource 实行的很久了 在有国际内部 开源基金会 Innersource Commerce 一次例会上面 Comicast的公司 内部的一个工程师呢 对于大家分享了 一个他们实际的例子 他们内部呢 有一个持续部署的软件 这个软件的作用呢 是把业务 部署到AWS云上去 而且会连接AWS上的 各个服务 这很显然 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Comicast 内部的各个业务 部署到AWS云上去的 这个软件呢 一开始是个小团队 编写的 是一个率先进行AWS上云的 小团队编写 写完之后 满足他们自身的需求 之后他们把这个软件呢 内部开源出来了 而其他团队呢 在内部上云的过程中呢 也使用了这个软件 并且呢 不断的贡献patch 合进来去 他们自己需要功能 从而大大的丰富了 该部署软件的内容 最初的团队呢 只用到了AWS的虚拟机 之后的团队呢 还用到了AWS的数据库 用到了AWS的容器 用到AWS的机器学习平台等等 通过更多的团队的贡献 加入更多的内容 该部署软件更加丰富 而且能适用更多的场景 这样呢 这个软件呢 帮助了多个业务的 DAWS事件 也大大提升了 多个业务的 部署项目 这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例子 即DAWS的工具呢 通过内部开源的方式 进行贡献 同时 帮助到各个业务 进行更好的 DAWS的落地 说了它们两个关系 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它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我刚才已经说明了 在于它们的出发点 InnoSource的出发点是在于复用 不管是代码级别的复用也好 还是组件级别的复用 还是平台服务级别的复用 甚至到产品级的复用 它的出一本出发点都是在于复用 而DAWS的出发点呢 在于自动化 把大量的过程 从编码到测试 到编译 产出 然后再到上线 再到浑滚 一系列工程 全部把它自动化来 这才能让DAWS的环 转得越来越快 说算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但其他的地方 有很多都是一样的 好了 最后我来简单说一下 对一个企业来说 如何同时采纳两者 因为InnoSource能提高效率 但或者同样能提升效率 两者还能互相促进 所以说 对一个企业来说 如果能同时采纳两者 那么就能同时享受两者的好处 这里呢 我简单给一些建议 首先战略上要重视 要把效率提升 作为技术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在工具上呢 要需要支持跨团队更好的协作 CIS和CD工具的完整支持 最后呢 在组织和文化上呢 需要鼓励 开放 透明和协作的文化 下面我简单展开说一下 战略上 这是个一把手工程 因为提升效率呢 是技术企业最重要的事情 一把手一定要重视 如果一把手不重视的话 这个事情很难推下去 第二呢 一把手怎么重视呢 他需要放最好的人力 坚持不断的推进 如果你觉得 Divors或者Innersource 这种推行的部门 这个事情不重要 我放一点点人 或放 能力不强的人 来做的事情 这事情一定做不好 因为呢 这个事情 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其实在工具上呢 Divors的工具 包括CICD的工具 我们建议 用Innersource的方式进行贡献 这样呢 能让这个工具呢 能在公司内 很好的应用和推广 同时 每个内部开源的项目呢 都应该提供完整的CICD的配置 而且呢 还要 能让这些配置呢 让贡献方 也能很方便的使用 不仅仅只是自己用 还能要让贡献方也要使用 这样才能提升 这种代码的质量 让这个贡献的过程呢 变得更顺畅 最后呢 组织和文化上 可以通过迹象考评等方式 从上到下的鼓励 协同和合作 这种协同和合作呢 不只是项目内部 DevOps和Ops之间的协作 还包括项目上下游的协作 还包括集团内部 各个团队的协作 这些呢 都是需要 从组织和文化上进行鼓励的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这是我的Linking 这和我的微信号 大家有问题呢 可以跟我联系 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然后是我们可以进行问答 欢迎大家登陆到 OpsCon的指定的会议channel上 我们来一起来探讨 好 我将会挑选一些问题 一起来和先生的朋友 一起来进行沟通 呢 就该和这一刻 不顺避保持 两个方面 对 是 没想着 对 我们来看 很想着 我们来看 我们去自行 是 我们来看